陈伟英打击 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大联盟为了加速比赛节奏 近日提出不少建议 球员工会在会议中抛出国联才指定打击制 但大联盟主席认为此案牵涉广泛 今年确定不会实施 国联今年是否会比照美联接才指定打击制 大联盟主席曼弗雷德罗布曼弗雷德经公开表示 这是个需要广泛讨论的议题 可能到了开季都还没有结果 我希望我们能专注在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请继续往下阅读 曼弗雷德相当致力于缩短比赛时间 他认为设置投手投球计时器 以及先前所提出的后援投手至少投三人次才能退场等议题 才是现在该讨论的焦点 至于国联的DH是 今年确定不会实行 最快也得等到劳资协议于2021年到期后才会列入讨论 还想看更多新闻吗 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 现在看 新闻还能抽奖 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住你 iOS 赛点 https 冒号双斜杠 qoo.ql 斜杠 qc70r z 赛点 https 冒号双斜杠 qoo.ql 斜杠 vjf3lv活动办法 https 冒号双斜杠 draw.lpm.com.tw-slot 下话线v8斜杠已经按抗了 谢谢 相关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